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后特朗普首先称赞这件美国政府取得了超越美国历史任何时期的成就 谈及贸易议题时特朗普表示他控诉世界贸易体系迫切需要改善表态美国反对全球化 america is governed by americans we reject the ideology of globalism and we embrace the doctrine of patriotism america's policy of principled realism means we will not be held hostage to all dogmas discredited ideologies and so called experts who have been proven wrong over the years time and time again this is true not only in matters of peace but in matters of prosperity 随后特朗普谈及美朝峰会再次表明了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与金正恩达成一致 并强调对朝鲜的制裁将一直持续到半岛实现无核化为止 另外特朗普再次批评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对邻国有野心 他敦促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恢复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Iran's leaders sow chaos, death, and destruction they do not respect their neighbors or borders or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nations instead, Iran's leaders plunder the nation's resources to enrich themselves and to spread mayhem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far beyond 凤后卫视陈经纬第一夜,纽约报道 旧金山为纪念慰安复日和慰安复雕像成立 一周年日前举行了系列的纪念活动 一年前,慰安复纪念雕像在中国城圣玛丽广场落成 旧金山市府并将当天定为城市的慰安复日 一年后,不仅来自全美各城市各族裔的民众 一早聚集在广场参与纪念活动 还有来自中国和日本大阪的代表团 过去一年中,和旧金山有着60年友谊的 姐妹城市大阪市的市长多次威胁 如果不将雕像移除,就将断绝交往 但遭到前后两任旧金山市长拒绝 另外,过去一年间,慰安复雕像和卑文 曾被人多次恶意涂鸦,甚至有幼义分子将现金塞进雕像女性手中,进行羞辱 前日议国会众议员本田表示,美国对日本影响力巨大 旧金山作为全美主要大城市,第一个建立慰安复纪念雕像 对日本政坛和民间的撼动可想而知 雕像由三位中国、韩国和菲律宾少女像,以及一位韩国老年慰安复像组成 今年纪念日的活动还包括州府大楼举行的现存慰安复图片展 放映张岳平导演反映日军强征慰安复历史的影片《大韩》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由加拿大青少年基金会主办的青少年商业项目创意大赛 今年是首度仪式温哥华举行,并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盒子里的学校项目筹得三万元删款 在列治文核实剧院举行的青少年商业项目创意大赛颁奖典礼 吸引多位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大事、桥界和社区代表出席 主办方介绍说,创意大赛在多伦多举办多年,今年首度在温哥华举行 更是第一次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为核次里的学校项目筹款 两位大奖得主每人获得加币一千元的商业创意项目启动基金 我看到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在世界上学习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在商业创意方面,大家还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少年基金会培育了十年的创业项目 让孩子们习惯性的思考,怎样去提供新的idea 中秋佳节临近,与会嘉宾也向华裔民众送上节日祝福 我们华侠华侨在这边要做好本职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下一代要培养好 让他们懂得慈善,去做慈善,将来为多元文化多做事情 冯黄卫视,武警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广乔宋吴瑞宏油画作品《美国巡展》日前在旧金山中国城胜利堂节目 这是旧金山湾区首次举办以华侨先辈为主题的华展 广乔宋,取自赞颂广大华侨华人之意 当天展出的60幅油画,以中国桥乡村镇风光 歌颂桥界仙人,展示旧金山中国城等作品为主题 其中两幅画作最引人注目 一是描绘1904年孙中山来旧金山宣传革命的《天使岛的曙光》 二是长达两米,讲述华工在美国修建东西铁路的作品 内华达山脉的早晨 一位曾祖父和祖父都做过华工的华业后代 看到内华达山脉的早晨 回忆起当年祖上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遭遇 现在那个大名鼎鼎的天使岛,也就是那个移民监狱那里 待了半年才能够出来 后来呢,就来到这个画面里头的情景了 修铁路啊,干苦活啊,什么都干 当天观看画展的不仅有中国城桥社的众多桥领和华裔社区民众 已故美国知名艺术家约翰尼·维斯莫勒的儿媳 就被多幅画作所展现的沉重感和说服力感动 吴瑞宏是中国桥乡江门市第一位中国美协会员 近年来创作了大量以桥乡为题材的作品 本次展览是继纽约联合国总部费城亚洲艺术中心 新泽西州公立莱斯艺术馆后的最后一站 访号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休斯顿炎黄堂与多个桥社及文艺团体共同举办的 炎黄中秋综艺晚会为休斯顿桥界奉献了一场艺术盛宴 休斯顿炎黄堂联合多个桥社举办炎黄中秋综艺晚会 华人华侨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预言之夜 中国驻西村总领馆乔务组长葛明东出席 并祝乔邦们松秋快乐 斯大夫市长出席 美国国会议员阿尔格林和希拉杰克逊里 军派亚裔代表为休斯顿炎黄堂颁发贺涵 晚会以热闹分快的舞蹈《翘花蛋》开场 接着《消毒壽》《绿月仙踪》把观众带入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 金歌男女生二重唱《我爱你中国》 高亢激昂 感人肺腑 让人耳目一新 戏曲类节目精彩分成 不但有传统曲目 也有现代金句连唱 让观众过足了戏影 优秀金句演员张瑞玲表演的金句《双杨公主》 她精湛的演技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神奇魅力 很高兴我能把我们的传统金句艺术带给大家 中国医院学院歌唱家妙嘉欣演唱的《望月》 《真情》抒发了海外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她还和休斯顿当地歌手互动同台演唱 王汇节目丰富多彩 有古增合奏 画碟 舞蹈 巴黎 笑之歌 热情似火 还有小品 假话真情 川剧变脸和少林武术表演 博得观众的真正掌声 惊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跟各位华人朋友们共度这个中秋佳节 刚刚在演唱《望月》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激动 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将继续努力地学习 把我们中国好听的民歌带到美国 更多的 更远的地方 让我们的整个中华文化传播 是体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各个文体团体都积极响应 所以这次晚会办得非常成功 晚会在《皇帝送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让海外的炎黄子孙不忘我们户土和祖先 科学记者 牧师 金瑞 修斯顿报道 休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好 先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法诺 性情事件持续发酵 上周末第二名女性指控她在耶鲁大学上学期间 有不当行为 昨晚卡法诺和妻子做客福克斯电视台 她强调自己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一直秉持着尊重女性的原则 并坚持自己从未对任何人进行过性情 但燕心丹尼尔斯的律师阿维纳蒂日前曾表示 她所负责的一位女性客户 掌握了有关新任提名大法官卡瓦诺 性情案件的可靠消息 而这位女性并非早前爆出的两位 声称卡瓦诺性情的女性 但阿维纳蒂并未透露此人的名字 阿维纳蒂发推特称 她的这名客户曾在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工作 并多次获得政府的安全许可 如果情况属实 这名女性可能成为第三位 指责卡瓦诺性情问题的女性 目前第一位曝光的女性福特 已确定在本周四将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 美国老牌喜剧明星天才老爹比尔科斯比 四月因性情被判罪名成立 并获准保释等候判刑 24号科斯比出席连两天的量刑聆讯 检察官要求判处科斯比五到十年监禁 并将其列入性犯罪名单 而辩方不同意 指科斯比年事已高和失明 需要用拐杖走路 难以再犯案 要求在家监禁代替坐牢 现年81岁的科斯比 2004年在费城用药及性侵犯一名前大学篮球队雇员 康斯坦德尔被定罪 另外有超过60名女性指称 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科斯比刑警 由于部分个案发生时间久远 难以检控 科斯比也是去年美国掀起 MeToo运动以来第一个被定罪的名人 丑闻曝光前 科斯比深受美国民众喜爱 因演出的电视剧角色深入人心 或捏称天才老爹 涉嫌在纽约法拉圣的一家非法华人月子中心 持刀刺伤三名婴儿和两名成人的52岁月嫂 王玉芬 24号晚间在皇后区刑事法院首次出庭 被控五项二级企图谋杀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 一旦罪名成立 她将面临5年至25年监禁 法官裁定王玉芬不得保释 下次开庭日期为10月19号 此外22号晚发现第四名婴儿受伤 婴儿头骨骨折 婴儿的父母在21号警察到达之前 就把受伤婴儿送到了医院 警方人在调查该婴儿是被同一人所伤 还是因其他原因受伤 目前纽约市有关部门已把事发的月死中心清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兼万长王毅 24号在美国纽约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负责人 就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王毅在会上表示 中美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两国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要 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不可或缺 王毅希望与会人士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以及中美互利共赢的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工商界同时表示 希望通过更加务实的对话 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推动美中关系在正常轨道上持续发展 被控涉嫌炒作股票的台湾花联县长傅昆奇 近日被驳回上诉 被判入狱服刑八个月 并解除县长职务 25日正式入狱服刑 近500名支持者聚集声援 大批支持者涌入并留言为傅昆奇加油打气 这起案件也让花联县长选情出现变数 出身亲民党的傅昆奇 长期和国民党合作 担任两届花联县长 任期将满 由妻子徐真卫接手 以国民党籍身份参选花联县长 原本选情乐观 但傅昆奇在选战最后阶段入狱 让国民党在花联县的选情出现变数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收盘涨跌不一 紧张的国际贸易局 是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同时投资人也是在高度关注强劲的 经济基本面因素 并且等待联储在明天即将发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 那么道指今天是收跌近70点 英特尔下挫2.13% 全天领跌道指 而联合健康集团 保洁以及3M都是跌幅居前 下挫约1.4% 麦当劳是全天涨势强劲 收盘仍然上涨 1.9%是全天领涨道指 标普白指出今天收跌0.13% 其中八个行业板块都在尾盘维持跌势 公用事业板块收跌1.22% 生活必须消费品板块下挫0.7%以上 都是领跌大盘 同时能源板块是全天领涨 收盘上涨近0.6% 科技板块在盘中是窄幅反复 最终是小幅收跌0.04% 但是未能影响今天纳指 仍然是收涨0.18% 原来期货价格今天收涨0.3% 黄金期货价格收涨不足0.1% 美元指数则是全天维持跌势 而在科技股方面 eBay表现最差下挫2.8% 那么其他科技巨头的股价 都是涨跌在0.1%以内 同时亚马逊在尾盘 扩大涨幅至2.08% 美国航空今天表现不佳 盘中一度下挫超4% 另外中概股今天 普遍是表现平平 涨跌也都在1%以内 另外投资人也在高度关注 明天货币政策会议声明之后 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 针对美国经济问题 贸易问题带来的影响 以及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向 做出一个新的评价 那么以上就是星期二 美国股市情况 丰厚为视陈青伟 纽约报道 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美国股市场 来自四川自贡的梦幻灯笼艺术节 月光森林将会于十月亮相洛杉矶植物园 而正值传统中秋佳节期间 月光森林灯笼艺术节 即日起将在Westfield Santa Anita 购物中心举办御展 民众可以先读为快 中国四川自贡灯会被称为天下第一灯 由洛杉矶县植物园 Westfield Santa Anita购物中心 和天意艺术文化公司 共同打造的梦幻灯笼艺术节 月光森林 以传统的自贡彩灯为主题 届时将有包括 嫦娥崩月 淘气可爱的大熊猫等不同主题 超过六十座精心制作的灯笼 在植物园展出 为民众带来流光溢彩 灯光炫目的视觉体验 同时还将带来传统杂技 中华美食等丰富活动 为当地不同族裔增天节日 喜庆气愤 这次灯展呢 我们有很多特色 然后这个灯展非常大型 我们有总共超过有六十个灯组 然后现在有超过三十多个 大的海运集装箱的灯组 还有就是在 已经在路上了 马上就会到达这里 然后我们现场呢 也有超过四十名的工人 然后现在正在施工 所以整个项目呢 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搭建 月光森林艺术节 预展自九月二十五日起 至十月二十四日 在Westfield Center Anita购物中心举办 十月二十六日起 将在洛杉矶植物园完整展出 活动持续至明年一月 凤凤卫视实习记者李一飞 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美国三角形科技公司发布 公链上线公告 正式加入区块链 3.0高性能公链的竞争 据介绍 锐脚链的愿景 是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 开源公共区块链技术 开发基建平台 采用DPOS共识算法 模块化开发 WASM合约虚拟机 具有标准化 开放性 不易分叉等特点 锐脚链可以进行多线程事物处理 理论上可以达到百万TPS的实用性能 并且采用模块化可插拔式设计 开发者可以利用锐脚链 简单快速安全的发布专属公有链 我们三角形PC 是我们的锐脚云的节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锐脚云 是一个分布式云 那锐脚云 因为它没有中央的处理系统 所以它是需要每一台的机器 共享它的闲置支援 然后到云端产生的云 那云可以有很多的应用 那我们三角主机就是 拿它的这个资源 共享 然后云给它相应的奖励 林峰表示 打造区块链加行业应用 有助于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和互联网行业的产业升级 虽然最近区块链市场 正在经历着行业发展初期的低谷期 但是区块链仍然是当前 最为流行的话题之一 随着不断的出现行业新政 以及全球区块链行业 更多的商业应用逐渐落地 区块链3.0时代正在到来 凤凰卫视 实习记者航地 洛杉矶报道 由美国华人文学会主办的 2018男嘉文学艺术节 日线在洛杉矶举行 郭小庄在致辞中表示 他经历年轻人以不看京剧 传统艺术日渐示威的时代 因此亚依以现代艺术观念和艺术 将话剧 电影 舞蹈等表演形态融入京剧 为京剧在台湾的振兴与发展 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 和校园明歌 云门舞集 当代传奇 是当时传统与创新为主轴的主要文艺活动之一 郭小庄是第一位来自台湾 并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的京剧艺术家 他不仅把京剧艺术带到美国国家大剧院 还传播到世界各地 以往大家看到我是在舞台上的郭小庄 而现在这次再见到我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说是面对面 与可以说是更多亲朋好友来分享 我如何在四十几年前 就是说那个时候如何学习京剧 如何改革京剧 据介绍 文学与传承系列活动 至今已举办了六年 共有三十多场 活动地点分别在南加华人社区和各个院校 最远到温哥华和拉斯维加斯 目的是在海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未来的一周内 他将在圣地雅各 南加大和爱尔曼斯会议厅 接连举办多场交流活动 包括座谈会 影片播放和金剧表演等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 由洛杉矶安徽留学生与一次范 共同筹划的美国安徽留学生协会 日前在洛杉矶成立 在本次位于洛杉矶美国永恒区域中心 所举办的成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上 首先由安徽留学生协会 首届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振南 为与会嘉宾介绍了协会成立的初衷 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后便由核桃市市议员苏王秀兰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以及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荣誉会长卢威等分别致辞 并对协会的未来发展 表达了衷心的祝福 看到这么多留学生愿意出来 组织这个协会 帮助有更多的留学生们 然后帮助我们这社区 我觉得我们要帮他们加油 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那留学生呢 因为很多是年轻学子们在外 尤其是在一个比较陌生的文化 里面当然就是需要各种的鼓励 还有帮忙 在随后的成立仪式上 委员会主席李振南与苏王秀兰 一起为数位协会的顾问颁发聘书 并为当天到场的协会首届 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颁发聘书 我们安徽留学生协会 接下来将配合一滋饭 10月份在安徽合肥开业的分公司 为在安徽省当地即将出国留学 和以毕业返回国家的留学生们 提供多样的实际性的服务 例如帮助和辅导他们的就业及创业 在未来 安徽留学生协会将会与 一滋饭在安徽合肥的分公司 携手针对留学生与潜在留学生 推出一系列赴美指导 回国推荐和支持项目 协会将会组织在美当地的同学们 开展多种类型的活动 带领成员接触更多的社会资源 也会为即将回国的同学们提供就业及创业辅助 凤凰卫视实际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来看一则华星保险的短消息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星保险的Eva 常常有听到企业雇主的朋友告诉我说 怎么办 都已经买了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但是还是有员工不满意现在的计划 甚至可以说 觉得公司的计划不够好 或者是不够多元化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想提醒所有的企业雇主 如果你已经提供了一个公司健康保险 给你的员工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计划内容 譬如说我们可以在一家保险公司下面 开不同的计划 可能有的员工他可以选择HMO 有的员工可以选择PPO 甚至有的员工可以选择HSA的计划 来做一个就是存钱 包括抵税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也可以开不同的保险公司 那譬如说你可能现在已经有一家保险公司 但是最近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参加Kaiser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Kaiser它可以跟任何一个不同的保险公司 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所以哪怕只有一个人要参加Kaiser 在公司里面都可以做成一个公司健康保险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 甚至现在还有更多的保险公司 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家公司下面 做成一个受保的情况 那端看就是我们选择的保险计划 所以现在市场上其实有琳琅满目 可以针对您的需求而设计的 如果想要知道详情 请和我们联络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